最近在北海区的一所国中 发生了学生遭受霸凌的事件 事件在网上广泛传播 据报道 事件的视频显示 两名身穿制服的学生 在厕所内对一名学弟进行殴打 期间有其他学生围观 并有一名同学拍摄整个过程 此外 社交媒体也传出了第二部类似的视频 同样发生在这所学校 这起事件引起了公众的愤怒 人们不仅谴责施暴者 还谴责施暴者的父母 网民认为涉及施暴的学生应该被开除 送入感化院 并要求学校警方和教育部采取行动 来处理施暴者 甚至要求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 关注此事 也有网民指出 他们的孩子也在这所学校就读 并曾经被欺负过 一群学生围攻他们 并将其带到厕所 对此 林慧英副部长强调教育部 绝对不会妥协于校园霸凌问题 并表示教育部已经在调查这些事件 同时警方也介入了调查 土团党宣传主任兼登州主席拉扎里表示 虽然土团党主席慕尤丁支持前首相敦马哈迪推动的 马来人宣言 但慕尤丁认为 目前应该与马哈迪保持距离 因此并不适合与马哈迪合作 他指出 公众对这两位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 他们曾受到政治危机的影响 拉扎里表示 现在不是他们两人同台合作的时候 但我们将来会努力 他透露 慕尤丁已经为土团党其他领导人开启了支持马来人宣言的绿灯 允许他们以个人身份表达支持 目前已有三名土团党领导人以个人身份签署支持马来人宣言的文件 其中包括熟理主席阿莫法伊扎 宣传主任拉扎里和最高理事伊斯·甘达卡利 拉扎里表示 我不知道慕尤丁内心在想什么 但我不认为他会反对马哈迪的行动 毕竟马哈迪是土团党的前主席 在2020年的喜来登政变后 马哈迪曾将慕尤丁形容为叛徒 除了土团党领导人外 伊党主席哈迪阿旺也签署了马来人宣言 分析人士认为 哈迪阿旺和马哈迪通过马来人宣言展开合作 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慕尤丁 在土著马来社群中的影响力 然而 拉扎里对此持不同观点 他表示 并不存在危机 哈迪没有必要离开慕尤丁 他认为这种假设 只是为了影响伊斯兰党与土团党之间的关系 拉扎里解释说 土团党领导人基于马来人至上的政策 因此支持敦马哈迪推动宣言 他说 尽管马哈迪在全国大选中失利 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他有自己的支持者 我们也将一同支持他 据网媒报道 涉嫌挪用价值超过23亿令吉的国家资金 是一名年过八旬 并且曾在第四任首相敦马哈迪任期内任职的前财政部长 根据报道 反贪会正在调查与一名拥有单私利薰衔的商人 以及一名前资深部长 他们被指涉及在潘多拉文件中揭示的多个离岸金融中心 可疑交易的事宜有关 据Jeteran网媒报道 反贪会已经传唤了14人 其中包括这位前部长的儿子 该媒体援引反贪会的消息称 早在今年2月 反贪委员会就已经传唤了这位前部长 他表示 我们确实正在调查这个案件 并传唤了多名证人 我们的目标是在将案件提交法庭之前 确保进行全面调查 以查明是否存在任何不当行为 他们不排除传唤更多涉及潘多拉文件内容的政治人物和商人 除了已经传唤的14名证人 包括这位前部长的儿子在内 我不排除还会传唤更多人员 因为他们涉及潘多拉文件所披露的内容 此外 根据新报报道 反贪会将再次传召这名前资深部长和丹斯里头衔的商人 根据一位乌统的资深消息人士表示 如果这位资深政治人物确实卷入其中 并因此被控上法庭 乌统将不感到惊讶 他对首相拿督斯里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 继续对潘多拉文件展开调查 表示感谢 该消息人士表示 如果他在此后被反贪会逮捕 潘多拉文件所揭示的指控是真实的 那他绝对不应该这样做 他的行为导致了数十亿令级的国家资金损失 我们已经了解他的所作所为和游戏 他进一步表示 详细的调查证明 反贪会可能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磨合 揭露了大马或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贪污案件 乌统呼吁党员放下过往恩怨 在即将到来的六个州选举中支持民主行动党候选人 以巩固团结政府的权力 乌统最高理事拿督斯里亚末马斯兰表示 根据乌统党章 党员应根据党的指示形式 并放下个人情绪 将马来西亚政治的利益放在首位 行动党候选人不只是以行动党知名上阵 也是以团结政府知名上阵 他强调团结政府的重要性 指出乌统是其中的一部分 呼吁党员以团结政府的名义 投票支持行动党候选人 阿末·马斯兰还表示 支持召开州籍团结政府大会 共同应对即将举行的州选举 并建立稳定的州政府 他强调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稳定 是至关重要的 只有通过稳定的政府 才能吸引外资和促进国家进步 他呼吁即将举行州选的雪兰娥 森美兰 槟城 吉达 吉兰丹和登加楼的 执政党基层积极响应 并以白色衣着 象征连结和纯洁的精神追求 民政党全国主席刘华才 讽刺行动党元老林吉祥 指他虽然多次发表攻击伊斯兰党的声明 但内心却想与伊斯兰党重归于好 因此提出邀请伊斯兰党加入联合政府的建议 刘华才发文告表示 林吉祥和行动党过去曾多次与伊斯兰党合作或对抗 现在看到伊斯兰党的势力日益壮大 便想趁势与其合作 以确保希望联盟和行动党的地位稳固 他指出 这也显示了行动党毫无原则和立场 只要有政治利益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与任何人合作 包括与自己长期唾骂的巫统合作 刘华才认为 林吉祥的行动显示了 对联合政府在即将到来的六周选举中 胜算的不确定性 他试图探测伊斯兰党的立场 为未来的政治合作或对抗做准备 他认为 林吉祥可能是想观察伊斯兰党 对联合政府的看法和反应 以及其他在野党的态度和信任 然后根据伊斯兰党的回应 来调整策略和行动